正在黎巴嫩还在上周的船呼机爆炸事件中惊魂未定之时 以色列9月23号周一又向该国真主党发动猛烈空袭 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报道 目前至少有492人在这场空袭中丧生 至少1645人受伤 这个数字1月成为近20年来 该地区最致命的军事冲突 根据外媒的最新报道 以色列这次空袭黎巴嫩 针对境内300个地方展开接连轰炸 目标是民兵组织真主党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他们袭击了1300多个真主党目标 那是自2006年战争以来 真主党所建造的基础设施 包括火箭、导弹、发射器和无人机的藏匿点等 本来就因为上周接连两波电子设备爆炸而人员伤亡惨重 全国医院被挤包 到处都在举办葬礼的时刻 以色列这一波空袭 直接在黎巴嫩多地拉响空袭警报 当然被发射出去的炮弹 并非都炸向真主党基地 这场突如其来的空袭 导致了数千个家庭被迫逃离家园 根据不完全统计 在将近500名死者中 至少有五分之一是无辜的妇女和孩童 与此同时 真主党也在第一时间发动反击 根据以色列军方称 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超过200枚火箭弹 救护人员表示有两人被弹片炸上 近一年来 由加沙战争引发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跨境冲突 已导致数百人丧生 其中大部分是真主党战士 双方共有数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真主党表示 其对于哈马斯的支持 并且在加沙停火之前 不会停止行动 真主党 哈马斯两个组织都有伊朗支持 并被以色列英国和其他国家列为恐怖组织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 此次袭击的目标是真主党南方司令部指挥官阿里卡拉基 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身亡 真主党媒体办公室则表示 卡拉基安然无恙 并已转移到安全地点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对局势升级表示震惊 并表示不希望黎巴嫩成为另一个袈裟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浦·伯雷尔表示 在全球多国领导人将会出席联合国与纽约举办的峰会前夕 局势的升级极其危险且令人担忧 我们几乎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正在努力缓和局势 让人们能够安全地返回家园 而五角大楼宣布 鉴于危机升级将会向中东增派少量部队 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随着双方暴力冲突的迅速升温 情势已越来越接近于战争全面爆发 美联社驻黎巴嫩的记者表示 今早很多地方都遭到了猛烈的空袭 顿时沦为战地记者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警告以色列 要防止中东冲突风险继续外溢 巴勒斯坦的战争都还没有结束 在黎巴嫩开辟第二战场 应是解决冲突的最后一个选项 自从巴以冲突升级之后 航班就大幅减少 机场关闭 数百名美国人被迫滞留在以色列 美国政府现在提醒 在以色列的美国公民 趁少数商业飞机还在运行 马上离开黎巴嫩 未来政府也可能视情况准备随时包机撤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表示 来自黎巴嫩南部的影片显示 真主党武器藏匿在平民建筑内 而这导致了严重的二次爆炸 他补充说 很可能一些伤亡是由这些二次爆炸引起的 真主党并未对以色列指控 其在居民内藏匿武器作出回应 其媒体办公室仅在周一晚上宣布了一名战士的死亡 但真主党表示 他已经向数个以色列军事基地 以及海法以北的兹夫伦地区 一个武器制造设备发射火箭 以回应以色列敌人的袭击 除此之外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还敦促黎巴嫩人民 马上远离危险区域 长久以来 真主党一直利用你们作为人肉盾牌 他把火箭放在你们的客厅 把导弹放在你们的车库 他说 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真主党的袭击 我们必须消除这些武器 当然 以色列的本次主动袭击 似乎也并没有那么上得了台面 据了解 以军在昨天突击 约旦和西亚雷马达的卡达半岛电视台办公室 并下令让其关闭45天 释出的画面显示 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 在直播时闯入半岛电视台办公室 将关闭命令交给半岛电视台耶鲁撒冷分部主任欧玛利 让他当场宣读 枪都快指到头上了 欧玛利也不得不照做 但他事后表示 用这种方式针对记者 就是要抹杀真相 防止人们听到真相 一个半岛电视台记者 阿尔萨芬透露 乙军还到街上没收媒体的工具 麦克风和摄影机也没放过 还迫使欧玛利离开办公室 资料显示 这个半岛电视台和以色列一直就关系不好 加沙战争发生之后更是愈加紧张 以色列还多次称半岛电视台为恐怖分子的喉舌 无论怎样 一场战争没有对价 也没有赢价 只有输价 那就是无辜的手无寸铁的贫固百姓 希望这次的冲突能够早日掩旗席谷 还加沙地带一时间的安逸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